但是溫哥華有沒有這樣做呢 如果看回早兩年的報告 溫哥華市的報告 就說這個種族歧視的活動 犯罪額是增加了717% 那算是有沒有出來說話呢 有沒有擇成呢 而那個報告裡面只是用了兩項字 來描述這樣的問題 譬如你看到我們大家留在《唐人街》 看到《唐人街》圖鴉的問題 看到在《唐人街》旁邊的《喜市城東街》 這麼多無家可歸人 讓他們踏盆踏膨脹 為什麼市政府、警察和其他部門 當然那些不只是警察的問題 包括了無家可歸 房屋的問題 包括了裡面很多有精神病人 那些這樣的事情 雖然不是完全是市政府去做 但是市政府有一個帶頭作用可以做這些事情 另外譬如說是駕駛 大家來到這個《唐人街》會不會發覺最近難很多 為什麼這部門這麼單車勁呢 單車勁呢 就變成一輛泊車很難的 我最近去史丹尼公園 那以前我們移民幾十年前 你們都很喜歡去史丹尼公園 那我就能走。我們去走一下 如果有一个单车径向上,变成一条线,要慢慢地滚着 如果一个单车径真的有单车的时候,绝对是可原 但我们在那里,就等了45分钟,有几架单车呢? 两架,两架单车,还要是好天 很多车在排队,让人们去喷烟 他们说要摆这个单车径因为是环保,让人们去喷烟 但那些人也要用车,好了,走到山顶路里有个 以前很多人喜欢看的,好了,没有位置泊车 现在直接不让停车,没有位置泊车可以隔天走路 那就可以泊车了,现在不行,原来他一直要驾车 驾到下去,第三港湾海滩才有位置泊车 这些人还要给钱,这些人是谁做的呢? 这是市政府做出来的 好了,那你再看看,找那个画 其他的公园的设施 是这个公园局的 他们做得很好 你看到很多公园局和社区中心的设施 是不是有把钱放进去? 里面的社区活动 有没有为了他们现在很多我们的华人老人家 联络的他们的活动 有没有他们多一些他们的活动呢? 这件事其实是谁负责的? 是市政府公园局负责的 那再看看文革华的地税 不说只是文革华 其他周围的地税 都是一样的 是这个市政府来决定的 文革华的地税 在这几年来 增加得很快 比其他的事很快 增加 那全部这些东西 大家是可以影响到的 为什么会影响? 出来投票 因为呢 你投票可以选到 不得是市长 在加拿大 这个温哥华 BC省呢 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其他的省份 是有那些分区选举制 就是好像这个省选 和这个联邦选举那样 就是说你一个选区 就只可以选一个人 在BC省呢 所有德鲁平均的市 不单止你可以选市长一个 市员里面呢 只要你那个市里面 有多少个市员 譬如像这个温哥华 你有这个十个市员 在这个烈志民 有八个市员 你有八条票 在烈志民来说 是可以挑选 那温哥华 你有十个人 你可以去选 那便是在你选到整个团队 所以呢 或者所有的人呢 他的意向 都是跟市长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大多数票 来影响到市政 所以市选 其实呢 很多人觉得 市选有什么所谓啊 我不用去啦 不是那么大影响 是很错很错 很错的回事 是真的市政府 影响大家更加重要 比如这个学校局 教育局里面呢 很多人都说 有什么所谓啊 那些教学的东西 都是一家教书 都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的 因为教育局 他们的重点放在哪里 究竟那些学校在哪里設立 以及里面的设施 如何 他们的先生的质素是如何 以及比如温哥华 最近这个教育局 是将那些警察 以前在温哥华有很多警察 有警察的警员在那里 保持里面的身份制 是守法 他们是取消了的 另外呢 在温哥说呢 以前有个叫做 Honor System 就是Honor Class System 那就是什么呢 那些是读得好 肯上证的 就放在这个 优化的一个 教科里面 等到那些 比较好 肯读书的人 就在一些特别的班上读 那这个是被人取消了的 那我知道了 很多我们这些华人家长都很重要 重视这个学校的 学生的读书 那如果你能够 选一个团队 是会 再重复 再更加这个 这样的 优先的 是优秀学生的班的时候 那当然就好了 那你不去投票 就没有了机会影响这个 不要说 不要紧了 我的弟弟都大了 你的弟弟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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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离 二叔婆 那些 那些 那些小孩 你可以帮下他们的手 那这是我们的将来 不要说 那么长远看不到 那不是 因为他们如果是 下四年 应该来说 每一个 市议会 是有四年的时间的 你不出去 选 就是放弃了 以后四年 是怎么样 好 举个例子来说 那在Suri Suri Suri 一来投票的人数 百分之三十多 左右 而Suri的市长 和他那个候选人的大部分团队 只不过是得到 大概是 那三十多个百分之的人 三十多个百分之 四十多 左右 那些市民 都要负担 比较更加沉重的费用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如果 那些市民 有些市民 那些市民 都要负担 但是 当 市民 有些市民 都要负担 是 那些市民 有些市民 有些市民 但 他们 对 那个市民 那个市民 没有 看 所以 我们 在这些市民 他當時輸就輸了多少票 輸了957票 而當時出來的投票率也是低於40% 那就是有60%的人坐在家裡 有票不出去 而令到一個這麼好的人沒有當選 令到一個像現在弄得烏煙瘴氣的情況 當選了過去的四年 現時的市長就在那裡說 當然了 我過去這幾年來是因為新冠病情 影響到這樣的情況 你不要忘記 同樣情況之下 大家都有新冠病情 大家都有問題 李自民有沒有這樣弄得這麼坏 Bernardy有沒有搞得這麼坏 蘇里士有沒有搞得這麼坏 有沒有這樣到處有人在那裡遊蕩 有沒有這麼多人 在那裡隨機打人 有沒有人在台灣街到處抓著老人家 來推到他落地 有沒有那些人需要走出街 都要轉身看看 我看看旁邊有沒有在我怕 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有沒有那些人在游家 有些人跟他說 你這個區 你千萬不要去 這個區是很危險的 可不可以接受呢? 絕對是不可以接受的 當然你們會說 有人會說 這個新冠病情未必達得到做得到 但是最後還是給他一個機會做一下 是不是? 這個情況大家都是要出來投票的 其實都贊成的 因為工作關係 我和我老婆都要一個禮拜去兩次 亦都是近東區那附近的 每一次都害怕的 尤其是今天聽到新聞 有個九十幾歲的華裔的老人家 被人隨機推掉了 又弄傷了 接著差不多每個禮拜 幾天前又有開槍事件 每一次都發生在唐人街附近 在溫市東端那裏 所以其實都是很害怕的 亦都有一些朋友在溫市東端開店 他們直接說晚上靠不到警察去保護 直接被人潛入 接著都沒辦法拍到 有影片拍到 但是都抓不到的 所以大家都搞到去那附近 都人心惶惶 自己一個男人走在那裏 我自己都害怕的 因為他們那些人好像喪屍一樣 完全沒有意識 那天我直接開車經過 看到人搶了另外一個 那些Tank City 住在帳幕裡面的人 一隻貓 走了去 都可以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害怕的 羅文和文靖 有沒有經常去溫哥華市那裏 尤其是唐人街 經過啦 其實是不敢下車的 簡直是頭都不敢下車 因為最近有遊客來 招呼一下他們的時候 他說唐人街是怎樣的 他們從來沒有來過 當然是華人街 去看看唐人街是否華人集中地 我說你有定心理準備 你見不到華人街店有很多 已經轉了刺了 他說下車 我自己在這裏住都不敢拍車 因為拍完車 其實我形容就是拍下了車 就算是一些合法的停車場 即是收了錢的 其實你一下車 你會發現周圍附近有不同的人在這裏 即是不先不歧視他們 但感覺就是 你都不知道你轉頭走幾步 可能車就會有人看看 裝一下 摸一下 即是會有不安 起碼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帶出了 我想投票 其實就切身一點去想 其實就是你最重要的那個治安 即是你安居樂業 你的安全感都沒有的時候 即是不要說其他事情 所以一定要舉腳出來去做這件事 我也很喜歡去唐人街 因為唐人街我覺得是很多好東西吃的 譬如那個是華富燒立 我想應該是華富燒立 應該是最好吃的燒肉 今天他會用新派的方式去運作 我遲些再試試一間陶陶 另外他在旁邊就開了一間 不過他們慢慢想 甚至開了一間以前 想當年的馬克波羅 如果看不久的人就知道 感覺是在那裏改善 是好的 所以唐人街那裏應該要做多些保護 因為那個地方你越乾淨 他就不敢弄髒你 但一旦你弄髒了 他就越弄髒了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